好 我要推展艺文的推广花莲县美玉交流协会 在吉安光华村设立展览的空间 并且透过各种形态的展览 让花莲的艺术创作者有展现作品的平台 也让非都市区的民众就能够就近新手到精彩的艺术作品 那么理事长彭荣美也欢迎喜爱艺术创作的朋友前来交流 花莲县美玉交流协会理事长彭荣美表示 艺术及生活 生活及艺术 尤其在疫情期间更需要艺术文化疗愈和陶冶 因此在今年成立了美玉交流协会 也希望透过艺术走入乡野的方式 普及生活美学 让更多人来接触艺术文化 这里的学员有摄影 鸭花 国画 书法 还有一些手工艺的 我们的会员是多元的 然后我们是今年二月才成立 就是这个大家都有一个同号 所以来组成这个协会 希望就是说大家有这个平台 能够让大家来展现 来把自己好的作品来分享给大家 所以我们这个月的主轴是在摄影 除了会员连展之外 还有邱文贤老师的摄影研习 我们议定就是有三次的研习 那外拍我们会在8月27日到六十弹山 还有刺客山去做外拍 花龄县美玉交流协会第一档的展览是摄影研习及书画连展 展出了多幅摄影油画鸭花及书法作品 市长温嘉贤应邀前往参观西上 他感谢美玉交流协会推广艺文活动的精神 落实生活美学普遍化 民众美学素养化的目标 要让花莲可以成为处处有艺文 无处不艺文的文化观光城市 要非常谢谢我们彭隆美理事长 在推动各项的艺文的部分 不予余力 尤其在策展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也是邀请了 非常多位的大师的作品 然后在我们的美玉交流协会的地点 来做相关的展览 可以看到有摄影展 有油画 还有鸭花 还有非常非常多精致的作品 那我们更希望花莲是一个有文化的地方 也要谢谢我们这么多艺文人士 长期以来在这块土地上面默默的付出 那未来花莲施工所 也会持续的来支持我们各个艺文团体 也期盼花莲的艺文团体能够越来越强 也变成花莲最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 那未来有机会的话 我们会邀请我们理事长 到国外姐妹室去做相关的展览 也期盼有更多的作品 能够呈现出来给花莲的乡亲一宝眼福 解论会捷案相报道 对这种顺便产品比较好 所以会给花莲的乡亲一宝眼福 并有更多的诺文文化